婚营继续收听《雾炼巅峰》第4179集 事不过三 事实上 在某只战场 战功是极为重要的东西 并非只能单纯地兑换修行资源和秘术 还可以花费战功 请抢者为自己指点修行 如果战功足够大的话 甚至可以请老祖亲自指点 当然 这样的花费一般人基本上承受不起 而如眼下 杨开面前这艘行宫秘宝的改造 也是需要大量战功的 基本上每一支队伍 每一位的行宫秘宝 只要战功充具 拥有的行宫秘宝 都经过了很大程度的改动 以便更符合随行成员的契合发挥 小队或者贵的成员们 也很乐意花费战功做这些事 行宫秘宝改造得好 在战场上与莫族交战的时候 生存几率也会更大 杀敌也更容易一些 杨开出来乍到 不知道这些东西 冯英确实再清楚不过 而杨开又是陈希的队长 所以花他的战功 眼皮子都不眨一下 对此杨开自然没有意义 点头道 无妨 反正我的战功也没有什么用 用在这里正是恰到好处 旁人或许还需要用战功 兑换修行资源 但他却不需要 他的资源足够他修行到八平开天 还有结语 看着看着 杨开忽然神色一色 可是 咱们弄这个战舰做什么呀 莫族之前被打退了 不是说百年之内 不会再兴兵来犯吗 冯英笑道 杨开文言眼前一亮 搜集修行资源 刺探莫族情报 冯英点点头 杨开不免有些信仰难耐 这个搜集资源 刺探情报之事 是由上头传令 还是谁都可以去 冯英瞥了他一眼 哪儿还不知他在想什么 轻笑道 杨开顿时振奋道 咱们申请了吗 冯英美好气地瞪他一眼 杨开不住地焊手 好好好 师叔这边去申请吧 冯英笑容慢慢脸去 有些忧愁道 放不放地试一试再说 真不放人的话 我去找军团长 他们理论去 没道理别人去得 我们就去不得 杨开说着 忽然又想起一事 对了 咱们小队的人员 你招收了多少 陈希小队刚刚奉命 成见之后 杨开便开始忙碌 关外乾坤福地 和乾坤洞天的事 随后又马不停蹄地 忙着驱逐舰的事 一直没来得及过问 这些全都是交给冯英处理的 也不知如今队伍有多少人 又都是谁 冯英说完 又指着船舱道 师叔想得周到 杨开伸手接过冯英 递过来的空间舰 少亲 冯英离去 应该是申请外出执行任务 杨开留在广场上 走进船舱内 在预先留下的位置 布置乾坤大阵 之前数百年 接连在四百艘 驱墨舰上布置乾坤大阵 杨开对此早已驾轻就熟 只不过数日时间 战舰的乾坤大阵 便已布置妥当 他又在楼船舰守的位置 落下两个大字 破晓 将楼船收进自己的 小乾坤中 杨开返回冯英的住处 半日之后 陈锡小队的队员 陆续到达 与杨开见面 都是熟悉的面孔 沈敖 宁志齐 齐太初这三位 随着杨开和冯英 一路从墨族腹地 杀回来的七品开天不说 余下的三十人 也都是那一批人中的一部分 当初任命杨开 为陈锡小队队长的时候 忠良等人就放话了 官内八品之下 只要杨开看得上的 皆可输为小队成员 五十人会上线 换言之 若是杨开愿意的话 可以将整个陈锡 打造成权威七品的阵容 但若真这么弄的话 就实在有些浪费人才了 毕竟操控战舰这种事 用不到七品开天 五品六品就足够了 所以斟酌之下 除了杨开之前 点过的三位七品开天 冯英没再收任何一个七品 那三十位成员 全都是六品五品的 如今整个陈锡的配置 算上杨开和冯英二人的话 那就是五位七品 二十位六品 十位五品 如此配置 算是极为合理的配置 既不会减弱 陈锡小队的战力 又不至于浪费人才 而五位七品归于一队 也足以保障 陈锡小队的战力 余下十五人的名额 封英没有填满 准备等以后有机会了 再慢慢招收成员 全都是杨开从墨族腹地 带回来的人 全都是被杨开驱没过 全都是被杨开驱散过墨之力的人 此刻再见 自然是亲切无比 冯英院落之中 早已备下了酒宴 众人攻仇交错 推杯换战 气氛热闹 西间众人对杨开的救命之恩 自然是感激不尽 若不是杨开替他们驱散了墨之力 如今他们还不知 跟在哪一个墨族身边效力 说不定上一次大战的时候 就死在战场上了 又畅想着日后南征北战 屠戮墨族 陈西小队挥名远波 引至憨处 有人勾搁异曲 引得众人欢呼叫好 便在这时 冯英忽然神色一动 取出联络之物 略一查探 表情无奈地望着杨开 察觉她的目光投来 杨开扭头望去 何事 冯英道 喧闹的院落瞬间静 喧闹的院落瞬间静谧下来 方才还畅想着陈西小队挥名远波之势 如今却连外出执行任务的请求都被驳回 这还玩个屁呀 一般来说 这种请求是不会被驳回的 大战之后这数年的时间 不知有多少人以小队为单位外出执行任务 只要准备的足够妥当 就没有见被驳回的 毕竟这一片战区上莫足出败 正在休养生息 只要小心一些不深入太深的位置 不遇到太强的敌人 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危险 但众人也知道 陈西小队的请求之所以被驳回 绝对是因为杨开的缘故 上一次大战 军团长等人就不敢让杨开 随意踏足战场 结果他偷偷跑进去 以一人之力牵动了整个战场的局势 逼得忠良不得不找三军戒兵 虽说机缘巧合撞破了墨族 虽说机缘巧合撞破了墨族王主的休养之地 让人族得了大胜 但只是一个巧合 这种巧合又能遇到多少次 军团长等人肯定是不放心杨开离开壁落关的 若是可以的话 他们甚至想杨开留在关内 一步也不要踏出去 众人沉默显 杨开一口饮进杯中之酒 冷哼一声 预料之中 我去找军团长理论 嘴般说着站起身来冲天而去 少亲 忠良办公之地 杨开禁止落下身形 门外有人守护拦住杨开去路 杨开说明来意 请护卫前去禀报 片刻后 那护卫走出来抱拳道 杨兄啊 军团长有军务在身 暂时不便见客 赢 杨开皱眉道 那军团长什么时候能忙完 护卫摇头 我也不知 要不你先回去等等 杨开深深地瞧了面前大殿一眼 沉隐片刻 这才汗手 也好 多谢了 这般说着 转身离去 殿内 忠良端坐长桌之后 神念感知中 杨开已经离去 不过 看他离去的方向 似乎不是回冯英住处 反向时 去东郡那边等 心知 这小子没见到自己 怕是去找丁耀了 轻轻哼了一声 取出传讯之物 传了一道讯息给丁耀 不大片刻之后 丁耀办公之处 杨开求见 不过这下 护卫根本没有进去通报 只告知杨开 丁耀不在碧落关内 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更不知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杨开无语 找中梁没找到 找丁耀也没见到 估计接下来 两位军团长 也是见不到的 果然不出他所料 去一见 去求见梁玉龙 和深徒墨的时候 这两位门前的护卫 同样告知杨开 军团长不在关内 去向不知 归期不知 到这时候 杨开哪还不知道 这几位是有意躲着自己 压根就不给自己 见面的故 压根就不给自己 见面的机会 这把他给恨得牙痒痒 几个老家伙 跟他玩这一手 实在是太过分了 无奈之下 杨开只能返回住处 一日 杨开再次求见中梁 依然没能如愿 再日杨开三次求见 这下从护卫处得知 中梁也出关去了 杨开肚子都快气炸了 在门前徘徊了许久 终于一咬牙 张口呼道 军团长 事不过三 弟子屡次求见 你都不见 好 弟子这就点齐人马 出关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 婚营继续收听 《物恋巅峰》 第4180集